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多么美好的一天呐 好香啊 谁啊 谁啊 熊大 蹦蹦真是胆小 你才胆小呢 我理你了 咋生气了 小王子 给你了 不对 鸡鸡毛毛 你们在下棋呢 下这儿也不好啊 鸡鸡 走这里 不好意思啊 先走了 熊大 熊大 你干嘛呀 别跑 站住 是谁 是熊大 快追 站住熊大 你好 站住熊大 真好玩 熊大 熊大 在这儿 熊大 快道歉 就是 道歉 就不 想要俺道歉就来抓啊 熊大 我们要告诉老师 我们走 好 孩子们 明天哪 就是咱们每月一次的家榜日啦 好耶 好耶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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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家房 你一定不能让妈妈知道 俺在幼儿园捣乱的事 咋办呀 咋办呀 这一定不能让妈妈知道 熊大 熊大 俺帮你抓到了 回家了 你可别跟妈妈说家房子事儿 俺就给你 俺不会说的 猫头鹰老师 应该在萝卜头家 猫头鹰老师 我送你 萝卜头真乖 猫头鹰老师 要去谁家呢 先躲起来 萝卜头 以后可要继续努力哦 我知道了 老师 再见 好 再见 萝卜头 再见 不会是去俺家吧 再见 猫头鹰老师 我那个方向 肯定是去俺家了 熊大 你怎么在这儿 猫头鹰老师是去凯特家了 真的 对呀 谢谢你萝卜头 帮下我 我还要回家了 妈妈 熊大 妈妈 这么早 你去干啥呀 凯特妈妈在家里做了馅饼 邀请咱们 邀请咱们过去尝尝呢 哦 凯特家 什么 哎 耶 什么 妈妈 不能去 不能去 为什么呀 你明天再去嘛 好不好啊 妈妈 熊大 明天馅饼可就不新鲜了 走吧 跟妈妈一起去拿馅饼 嗯 熊大 快跟上 妈妈去敲门了 完了完了 猫头鹰老师就在里面 猫头鹰老师呢 凯特妈妈 你这馅儿饼做得真好 猫头鹰老师没来呀 好香啊 吃馅儿饼 妈妈 你回去俺能多吃一个吗 好好好 回家让你吃个够 熊儿 妈妈和熊大都不在家吗 猫头鹰老师 熊大 你看谁来了 猫头鹰老师 熊大 你怎么了 没事 那就快去打个招呼吧 熊儿真乖 以后也要好好保持 熊儿 妈妈 妈妈 等一等 怎么了 熊大 快走吧 妈妈 妈妈妈 熊儿 猫头鹰老师等你好久了 是吗 嗯 咋办呀 熊大 快 快 猫头鹰老师 猫头鹰老师 您怎么来了 我是来家访的呀 家访 熊大 你快点 熊大熊儿 你们俩怎么没告诉我 猫头鹰老师要来家访呢 熊大说 不能说 啥不说呀 没啥 熊大 熊大 你这是咋咧 出咧好多汗 咋办呀 咋办呀 熊大 你是不是肚子疼呀 对对对 俺的肚子好疼啊 嗯 看他 哎呦 熊大 你这是怎么了 嗯 哪里不舒服啊 妈妈妈妈 熊大她生病了 肚子疼 嗯 熊大 赶快进屋休息一下 对对对 快进屋吧 嗯 妈妈 俺来福 嗯 嗯嗯嗯 嗯哟 嗯哟 好点了吗 啊 好多了 先好好休息 暴头鹰老师 快来尝尝凯特妈妈做的馅饼 可好吃了 俺的馅饼 好难受啊妈妈 熊大 馅饼可好吃了 俺为你吃一个吧 熊大 肚子不舒服可不能乱吃东西 要多喝水 知道吗 妈妈 你陪伴呗 熊大乖 熊大 妈妈要陪猫头鹰老师 俺来陪你 熊妈妈 来了 熊妈妈 这次我来家房 也没什么别的事 主要就是想和你聊一聊 咱们家熊大在若儿 哎呦 熊大 肚子 妈妈你快来呀 是不是肚子又疼了 来帮你揉揉 哎呀 哈哈哈 好痒啊熊儿 好了好了 熊儿 没事了 你来照顾熊大吧 真的没事 哈哈哈哈 嘿嘿 嘿嘿嘿 熊妈妈 这几天熊大在约而园 妈妈 妈妈妈 妈妈 七 abuse 健康 熊大 又怎么了 妈妈 啊 我们出去透透气吧 妈妈出去透透气吧 走吧 走吧妈妈 青大 走chte 的 Said 总盔を 熊大 俺陪你去 走吧 是啊 熊大 跟熊二去吧 妈妈还要跟老师讲家访的事呢 走吧 妈妈 熊大快走 走吧 走吧 熊妈妈 咱们家熊大 在幼儿园里 她最近的表现 俺不想去散步 俺也没有生病 啊 没生病 因为 因为俺不想让妈妈知道 俺在幼儿园表现不好 原来是这样啊 熊大 老师这次来家访 是为了把你在幼儿园里 表现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 都和妈妈说一说 让妈妈更了解你 我也会跟老师讲一讲 你们在家里的表现呀 这样 我们就能更好地 帮助你们成长了 就是 熊大呀 害怕家访 一遇到问题就躲起来 这才是病呢 躲到的问题越来越多 这个病也就越来越严重了 就像这个苹果一样 烂掉了 明白了吗 嗯 妈妈 俺明白了 俺错了 有问题是俺不该躲起来 不该在幼儿园淘气 也不该装病 熊大 只要你认识到错误改正过来 就还是好孩子 那熊大没生病的话就能吃馅饼了吧 嗯 还可以多吃一个 太好了 小朋友们 做了错误要勇于承认错误 积极改正 这样才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 小朋友们 再见 种蜂蜜 种植课马上就要开始了 快来看看小朋友们今天都学了什么 那个蜂窝可大了 遍暗还高呢 妈妈说 那是很久以前 从北方迁徙过来的黑蜜蜂建造的 里面的蜂蜜可香甜了 是最好喝的蜂蜜 哇 蜂蜂 我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 同学们 上课了 大家来看看 这是什么 哇 圆圆的 黄黄的 你看看 你看看 是豆子 没错 这节种植课 咱们来种豆子 在教大家种豆子前 老师先教大家一句话 叫做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请问有哪个小朋友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呀 熊儿 你知道吗 不知道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这句话的意思是 把瓜种在地里 到时候就能收获很多的瓜 把豆子种在地里 到时候就能收获很多的豆子 老师 老师 是不是我把玩具小汽车种在地里 到时候就能收获很多的小汽车了 光头强 老师小时候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把自己最喜欢的小弹弓种在了地里 小蝴蝶 希望能长出个新的小弹弓来 可是最后连一个弹弓也没有收获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那是因为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这句话 只能用在植物上 比如 我们今天要种的豆子 同学们 你们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那咱们现在开始种豆子吧 种豆子 你真甜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安宝蜂蜂种在地里 老师傅肯定能收获好多好多的蜂蜜 完成了 丁丁 你差点忘了 还没给蜂蜜施肥呢 早上好 熊儿 姐姐 你手上提的是啥呀 这是肥料 本王子正准备给豆子施肥呢 姐姐 你多傻点 多傻点 弄好了 姐姐 你能不能把你的肥料借给俺用一用啊 尽管用吧 谁让本王子算你是好朋友呢 谢谢 猫咪 猫咪 耶 快快发芽长大吧 熊儿 你也种了豆子呀 猫咪咪 manage 猫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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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opportunities 猫咪 保密 到時候 俺要給大家一個 哒哒的驚喜 哼 有什麼好保密的 本王子還不想知道了呢 哼 雞雞再見 熊大熊啊 熊大熊啊 雞雞 雞雞 啥事這麼著急啊 一起玩球嗎 不玩不玩 本王子是來告訴你們 我種的豆子發芽了 真的 我們去看看唄 嗯 哇 你們看 小豆子多精神啊 嗯 俺再給他們澆點水 哇 對了 啥情況 咋啥都沒長出來呢 咋了熊二 為啥俺種的 還沒發芽呀 也許過兩天就會發芽了 說不定是你種下去的種子壞掉了 才不會呢 說不定 種的東西不會像肚子那樣 發芽 長葉子 一定是這樣的 熊大 什麼東西種下去還不會發芽呀 嗯 俺也不知道 蜂蜜 蜂蜜啊蜂蜜 快快長大吧 到時候 俺就有吃不完的蜂蜜了 哎呀 吃完了 哎唷 哎唷 俺去找熊大煎蜂蜜 等俺的蜂蜜收穫了 俺再還給它 熊大 能不能借一點給俺吃啊 不行 俺自己都不夠吃呢 熊大 如果你把蜂蜜借給俺 到時候俺還把 八塊蜂蜜給你 你哪來的這麼多蜂蜜啊 這個嘛 把正俺有辦法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那 借給你吧 如果 你可一定要記得滑 嗯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五 後面是啥來著 肚子可真多 俺都數不清了 哎 俺的蜂蜜肯定也像肚子一樣 截戀好多好多 哎呀 這麼多的蜂蜜 俺一個人可扒不動呀 等俺豐叔咧 你們可別忘了來幫忙哦 安靜你們吃好吃的 熊啊 你到底種的是什麼呀 到時候你們就知道咧 嗯 好吧 whiskey 嘿嘿 ön 哇 好多的肚子呀 俺中的蜂蜜 應該也可以收穫了 嘿嘿 好多的蜂蜜呀 嘿 我要去看看喽 蜂蜜蜂蜜,我来喽 登康 我的蜂蜜咋都不见喽 我的蜂蜜 是不是你拿走了俺的蜂蜜?熊儿 我们来帮你啦 熊儿,你咋哭鼻子了呀 俺的蜂蜜全都被小蟲蜜给拿走了 蜂蜜? 上次种植课上大黑熊老师说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俺最喜欢吃蜂蜜了 所以俺就把一个装满蜂蜜的蜜蜜 种在了地里 俺以为可以收获好多好多的蜂蜜 结果现在全没了 同学们 大黑熊老师 大黑熊老师 什么事情笑得这么开心啊 老师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坏蚯蚁 熊儿,你先把小蚯蚁放了吧 不能放 除非他把俺的蜂蜜还给俺 可是他没有吃你的蜂蜜啊 那是谁把俺的蜂蜜吃了 谁也没有吃你的蜂蜜 上次的种植课你肯定没有好好听讲 对不对 那是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话 只能用在植物上 比如豆子 西瓜 还有西红柿这些 蜂蜜又不是植物 怎么可能种得出来呢 是这样啊 对不起 小蚯蚁 俺知道错了 老师 俺以后上课一定好好听讲 匈尔 我都听到了 小蚁蚁 我们都听到了 小蚁蚁 小蚁蚁 你们可别像俺这样 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 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小朋友们 再见 兴契预报 又到了兴的一天 让我们来看看小朋友们都在干什么呢 又闷又吵的 这怎么睡觉呀 善阳爷爷 你在看什么呢 是吉吉呀 今天晚上很有可能会下雨哦 下雨 下雨 山羊爷爷 燕子没有低飞 蚂蚁也没有搬家呀 吉吉呀 明天我再告诉你 好不好 嗯 我修要结束了 快回去上课吧 再见 山羊爷爷 这么多小水蛙 昨天晚上真的下过雨 山羊爷爷太厉害了 要是我也能预测天气 今天晚上好好好玩呀 山羊爷爷 山羊爷爷 明天天气怎么样 明天哪 来 让我看看 啊 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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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应该是个大晴天 山羊爷爷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我 那我来告诉你啊 可要记好了 太好了 琪琪 你看 这看天空啊 主要是看看天上 有没有雨云 嗅空气呢 是为了确认空气 是不是湿润的 如果湿润就说明会下雨 这手指沾水嘛 闭上眼感受一下 是风 对吗山羊爷爷 真聪明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赶持风象 也可以看看小草 你总是伴着风来 没有风也可能不会下雨 熊子 来呀来呀 她们跑去 她们跑去 那里 在这边 把我放在银子 喝ип 我保护了 那她们 天气可真好 明天休息 咱们出去玩吧 耶 去玩了 明天啊 去野餐吧 野餐 要去野餐 太好了 本王子早就想去野餐了 野餐野餐 太棒了 不知道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这个就交给本王子吧 向阳爷爷 山羊爷爷去哪儿了 怎么还不回来呀 出去找找 山羊爷爷不在 那明天的天气 就让我来预测 先看看天空 没有云 然后微风 还有空气 空气是干燥的 明天是个大晴晴 可以去野餐 我要赶紧去告诉大家 退�� 天阴沉沉的 会不会下雨呀 是啊 鸡鸡咋还没来呢 等他来了再问问他吧 是鸡鸡王子 我来啦 鸡鸡王子 累坏我啦 鸡鸡 今天的天气 会不会下雨呀 根据本王子的预测 你们就放心吧 本王子昨天都认真看过了 今天肯定不会下雨 准备出发 这 姐姐 你不是说不会下雨吗 你看 暗的夜餐 好烫咧 那咱们回去吧 唉 奇怪 本王子做的笔记 没有云彩 没有风 就是晴天啊 让俺看看 哇 姐姐 你好用功啊 跟山羊爷爷 学了这么多的天气知识 那当然 本王子可是很认真的 是 鸚鸠王子太棒啦 哈哈哈哈 姐姐 那今天咋就下雨了呢 本王子也不知道为什么 哎 嘿嘿嘿 嘿嘿嘿呀 者 你们快看 是谁来啦 是山羊爷爷 山羊爷爷 山羊爷爷 孩子们好 这下雨天的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我们本来想去野餐的 可是 是我把天气预测错了 我本来想去找山羊爷爷 你去问天气的 可昨天没有找到你 姬姬 那你跟我说说 昨天你都观察到了什么 我昨天中午看到 天空没有云彩 风也很小 而且空气干燥 我知道了 姬姬 你没有预测错误 昨天你看到的这些情况 确实说明今天会是个大晴天 那 那为什么又下雨了 因为你是昨天中午观察到的呀 中午 中午观察到的结果可能准 也可能不准 因为下午会起风 起风的话 雨云就会被风吹过来 这大自然变化万千 上午可能还没有风 下午就可能狂风大作 关于天气的预测 像我这种经验丰富的老人 也会弄错呢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预测天气呢 这天气预报做不到百分之百的精确 但我们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努力呀 努力学习自然知识 探索大自然 这样我们就能让天气预报的结果尽量准确 山羊爷爷我知道了 以后我一定更努力地学习 还有阿 我也是 还有我 阿也是 你们看 雨晴了 我们可以吃野餐了 野餐 太好了 吃野餐了 小朋友们 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 他们要努力学习自然知识 知道了吗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